你一直在这个行业里面十几年 然后你也一直在剧组里面 其实那剧组的生活就是我的生活 对 是你的正常生活 对对对对 但是当你变得越来越大的时候 你就觉得不只是这样吧 对 然后有些时候 你在自己正常生活里面就会觉得 不知道该干什么 对 然后你也不知道 电话费在哪里交 你也不知道水电费到底是什么意思 然后就好多就是跟我讲我不懂 日常琐事 对 日常琐事我不懂 我有好多朋友都叫我生活白痴 然后我也不会 就一个电信 我也不会煮东西给我自己吃 就我会煮泡面 我会煮面 对 然后我经常煮面的时候 不是煮面 比如说我突然想吃一个饺子 对 然后我就煮 然后放在炉子上的时候 我就把这件事给忘了 然后突然 什么东西 就整个是黑衣的 就会煮到哪里 就是这个人 在哪里 有什么东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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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帮助了 你有什么东西 我把我的ermal